鸾一铃举于三个岁山东人 美国佐治亚州立大学 语言学本科 大家好 我叫鸾一铃 毕业于美国佐治亚州立大学 特立独行是我的性格 勇往之前是我的态度 妙有莲珠 宰歌宰舞 我的最右名是 我是金子 谁挖豆谁就发财了 你会是我的伯乐吗 今天我来到费你莫属 想求得的事 和传媒相关的职业 谢谢 这姑娘说话是铿锵有力啊 腿老师 腿老师我好激动碰到你了 你先听我说几句哈 就是你知道吗 我们全家人特别喜欢你 我妈妈说 你是老年人的偶像 就老年人都特别喜欢你 特别招人稀罕你知道吗 我还有腿老师你知道吗 就是我看视频我发现你好像变胖了 但是我特别开心 你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你在我的心里的分量越来越重了 我就当这些斑话是赞美的 不是在赞美你啊 这姑娘 这姑娘一惊一乍的搞得我有点心慌啊 虽然我在家里 我想问一下小姑娘 你平时说话的风格都是这样的吗 对 他们都说我特别逗 你今年三十是未婚吗 对未婚 那是正常的 好吧 你是哪一年出国的呀 我是在 呃 06年的时候 其实我在国外的生活蛮苦的 因为我不像我其他同学 家里特别有钱嘛 我做过很多的这个职业 像做快递员 做过教室助教 做过这个图书管理员 很多的职业 我当那个快递员的时候 因为 确实话 你们现在看到我是减肥62斤的我了 我以前特别胖 我现在穿S码的衣服 我以前穿五个XL的衣服 我当时去的时候 我去面试 人家因为我是男的 不是因为我是女的 因为我特别粗犷 特别胖你知道吗 然后 不是我就面试上了 然后呢 我就 我做快递员的时候 我一天 最多的时候 一天赚一千美金 你知道吗 别的男的快递员 一天就有两百四百 我能赚一千美金 这是我力气特别大 我一天可以送了 好多好用的货 我觉得是我很自豪的事情 就是我很小 我可以跟爸爸说 say no 我不需要你的钱 我自己来赚钱 这是我很自豪的事情 我觉得 小姑娘 你说话的时候啊 就是不要太使劲 我怕你那前面扣子崩开了 不会的 不会的 这S码的衣服穿 这个何事 我是个女汉子 你有什么是不轻易轻微的吗 不轻易轻微的 不轻易轻微的吗 就是 我没有孩子 我没结婚 这不能轻易轻微吧 对吧 对孩子性格特别好 你英语怎么样啊 我英语啊 Just so so吧 其实我的经历比较特别 因为你们各位看到我简历 会觉得说 那你毕业后 是不是要从事 像什么语言方面 翻一翻的工作 但恰恰不是 其实我 来到这个舞台 我蛮感慨的 我说一下我的经历吧 就是我 12年 我毕业回国之后吧 我毕业之后 其实我有去公司上班找工作 但是我的运气 很不好 很倒霉 就是我什么样的经历呢 我只要去工作 公司不就倒霉 不就着火 我曾经在医院里 被 就是 呆了七天七夜着火 真的 我朋友叫我火神 你知道吗 我曾经因为这是得了抑郁症 你知道吗 有一年的时间 我都不敢看了我一眼 他说小姑娘 我是开精进公司的 我们公司在招歌手 你是终生去吧 我觉得你生意有特点 要不你去我们公司 应聘一歌手 然后就这样子 他把我带到演艺圈了 我记得我曾经试过 第一场戏是一个 骄纵跋扈大小姐 一个特别胖一个女的 骄纵跋扈 一场戏赚了三百块钱 知道吗 后来两场三场五场六场 慢慢我的戏剧越来越多了 18年的时候 慢慢都成女一女二号了 就这样子 那也就是说 其实你还是喜欢传媒工作 喜欢的 招事和演艺战编的 我都是喜欢的 那你今天来求的是什么职呢 我今天是想 找这个和传媒相关的职业 比如说 拍那种搞笑的短视频段子 或者说策划这方面的 你要求薪酬多少 薪酬啊 睡前七千块钱嘛 睡前七千 我其实很好奇啊 你说你是做演员 演过女一号 你今天这样的着装造型 是有什么想法吗 你穿的是一个粉色的布鞋吗 对 你看啊 比如说杨敏按这样一遍 她是一种美女 瘦脸对吧 但是我是那种比较卡娃伊的 我就想 我该怎么样能引起你的注意呢 我特别喜欢你 白白的 就小白脸那种 我特别喜欢 你穿的这一套 你问得太对了 问到我心里去了 其实有一个问题 就是在求职过程当中 你这张粉色 说实话 是所有的求职面试职场的竞技色 所以今天你上来之后 你整个表现出来的 你的很积极乐观 但是同时也给大家 你不像来应聘的 你就来上节目的 其实我今天确实来 想看有没有传媒相关的职业 因为你知道 我好多年我也不上班 对吧 我是个演员 对吧 你突然让我来企业去应聘 那我也希望 你们这六位 包括生命里的这些高手们 给我制个招 觉得我适合什么 或者说 你们跟我聊天之后 我觉得你们是否适合我 我也在琢磨这个事情 马瑞评价她的这个着装 可能不适合今天职场应聘 但是她说 她昨天晚上准备这套衣服的目的 是引起你的注意 所以从这点上 她是不是成功了呢 引起注意分两个 一个是好感 一个是非好感 那今天她的衣服的颜色 第一个太浅了 然后很怯 第二个呢 她过于未凸显自己瘦 反而穿了很紧的衣服 所以反而看起来是胖的 马瑞 马瑞我问一下你 我问一下你 正好就说到羊绒 你刚才说这种粉色 浅粉色很肤浅 对 我深刻地记得 羊绒穿过好几次这样的衣服 是的 所以我要说一下 我要说一下 我要说一下 我觉得是这样的 我觉得其实她穿什么 颜色衣服 粉色是没有问题的 主要是你粉色穿出来 你要怎么样的 是不是就款式适合自己 微胖型的女生 就适合穿羊绒这样子的 高兽了 因为有一个我特别喜欢的优点 那边说话的时候 说音很敞亮 大家可能会觉得 她这个有的时候 嘴在脑子前 可是恰恰的时候 我们有一些感觉 是需要心直口快的人 因为她这种 这种说话说的 比较快的形式 然后围过脑子形式 可能会让我们的客户啊 朋友啊 认为她是一个 比较实在的人 我觉得这种 坦坦荡荡 把心抛出来的这种形式 可能还是挺可爱的 我挺喜欢她的 坎坎而谈 这个可能在跟客户交流方面 然后能拉近 双双拉近 加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吧 就是你这么的开朗 而且之前也没有 这个职场经验 那你觉得 未来谁能够做你的上级 你对那个上级的具象化 所以说吗 我喜欢跟我一样性格的上级 就是说不要小心眼 她是稳重的 能够去帮助下属的 大家去齐头并进的 这样子 你直白的说吧 就目前在座的 场外的三位 场内的六位 谁是你心目当中 最心仪的上司 最心仪的 我觉得这个马瑞吧 我喜欢你 你给我 我不介意 你明白吗 因为我喜欢你 你明白吗 就是 如果你是我领导的话 你可以给我一些介绍 不知道怎么搭配衣服 然后变得更女人 对不对 好 行 我觉得这个姑娘是比较开放不羁的 但是呢 就在这场里面也是个大忌 不羁 也就是说你没有约束 不受约束 从一二年到现在 一直在江湖中 所谓江湖指的是 在这个演艺圈里 在里面演一些 在低端的角色 这个没听说过 你演这个片子 对吧 虽然女一号 女一号 女二号 但是呢 你突然到了职场里边 在我看来 你可能根本没准备好 其实呢 隐隐约约的 我感觉到 你这孩子心里是有苦的 然后内心的一些东西 和你外化的一些张扬表现 使得你总是把握不住尺度 有些好的 好到恰如其分 有些不好的 用虚仓不短的方式去弥补 你要学会的是这样 好吧 第一轮选择 去或留 请做出您的选择 只剩下最后的四战 接下来我们进入 天生的游战 你也应今天给我们带来了 什么样的才艺展示啊 我特别准备了一首歌 叫《平凡天使》 献给所有目前 身在一线的医护人员们 别跑漫长的黑夜 抬头看看星星 此刻中连窗线 也许是一场考验 看散落的心灵 此刻是否并肩 当你去都能看见奇迹 你是否相信 那答案就是你 此刻风雨里 可信有你的坚持 你带来的笑容 有天会带来雨后的彩虹 世界因为你在痛里有感动 谢谢 虽然歌唱的一般 但是情感非常真挚啊 我想问一下 逸琳在这次抗击疫情的过程当中 对于医护人员的这些动人故事里面 有哪一个是你印象最深刻的 就是有 我看到过有一个妈妈 然后她的女儿和爸爸来给她送饭 但是他们不能够拥抱 要隔着几少一米 然后妈妈和女儿就这样子 隔着一米这样的拥抱 戴着口罩 我觉得这个特别的感人 隔离疫情 但不隔离爱 对 就像我们现在不在一起录影 但其实我们每个人 内心都是火热 感谢你的影场 接下来我们进入职场情商可能 疫情过后 哪些行业将会成为新的风口 我个人觉得直播吧 算是一个风口 看了好多主播卖货什么的 然后我就快递送到家 还有不是赞金教育网络课程 线上教学生上课楼 所以我觉得这两个行业 会成为一个风口 如果反向思维 比如说当所有人都去做主播了 那产品 生产产品的人是不是更紧销呢 生产产品更紧销 就像在一个挖金框子里面 大家都挖金子了 卖水的人反而挣到了钱 有没有这个道理 你说有就有吧 其实我不太明白你的坏 什么金子之类的 可能是我太喜欢你了吧 推老你太智慧了 真的跟你比不了 你太智慧了 太崇拜你了 你是老年人的偶像吗 我听出了你的话音 你说我是在卖你智慧 你现在有很多那种单独的作用 有才艺主播 有搞笑主播 觉得你自己对自己的定位 那你为什么不去做一个主播呢 说实话 我个人 我当时做直播位 是去尝试一下 我个人不是很喜欢直播 你知道吗 为什么 第一他时间太久 就太疲惫 你明白吗 那我想问一下你 你的最理想的工作状态是 开心的赚钱 那你认识里面 什么行业 什么职业是开心的赚钱 我就知道你要问我这个 我要跟你说一下 什么开心的赚钱 就是说 哪怕我约赚六千七千 可能不多 就是为了基本的收入支出 对不对 但是我去公司之后 我是开心的 不是说 这个同事我坏话 那个人欺负 我是这样的开心的赚钱 明白吗 我不是说 我是那个 就是说不努力 就想在里躺着就挣钱 不是这个意思 我其实挺想说一下 就是实际上从开始 无论是他的着装 他的每一次的发言 他强化的那些点 包括他过去的职业履历 他都在有意地吸引 别人的这个眼球 他在给自己打一个标签 然后来说你们来看我吧 我有这样的一个特点 但是这种情况的话 如果你做得太用力的话 就会让人感觉 这个现在有一个流行词 叫有点作 明白吗 这种情况呢 在职场里面的话 这种性格也好 或者你这种表现的方式 并不招人喜欢 我们请陈老师出场吧 陈老师是该出场的 我想先问这位选手 你画的是什么内容呢 你看我画了一个花对吧 因为我之前 经历很不好很倒霉嘛 我就希望我以后的生活 就是能够让我去开心的 不论说赚的钱都还少 就说不要让我的生活那么动荡 不要遇到意外什么着火这种 我不想遇到这种事情了 那首先请你看 你这幅花缺了什么 缺了根 缺了叶 花最需要什么 最需要别人欣赏 所以通过这幅画 就说明你现在的内心呢 就是渴望别人关注 而你只靠外表 只靠一些语言是不行的 因为没有根 没有叶 这叫什么 没有基础 而我觉得你在求职上啊 还得加强自己的实力才好 接下来是你的时间 你有权利选择性的问两位企业家 每人一个问题 你想挑选哪两位 我觉得问马瑞吧 一个问题 是这样的马瑞 你刚才给了我一些意见和建议 那我想问一下 就是你的公司的企业文化是什么呢 因为我的是IP公司 我个人的企业文化 就让中国女人 因为马瑞爱上美 让中国女人 因为马瑞爱上自己这件事情 问一下逸琳 为什么要选择马瑞提问 就是想问她 没有为什么 就觉得我觉得企业文化很重要 但说实话 马瑞先生 我觉得 你回答的这个企业文化 我个人不是很满意 我觉得太官方了 你知道吗 那你觉得应该 你期待的我回答 应该是什么样子 我希望你能说的实在一些好不好 比如 你说一个 你希望我回答是 我的企业文化就是 开心的赚钱 是不是 不是不是 就是我都想说的是 你想能不能就给我说一下 公司的氛围是什么样子的 对吧 别急啊 我先问一下 你问这个问题 首先我得问 你觉得企业文化是什么 你解读一下 有这么句话 什么叫企业文化 老板就是公司的企业文化 你没有回答我的问题 不过已经回答了 你自己总用吧 你这么智慧 你应该明白我的意思的 好 来 你说有就有吧 其实我不太明白你的坏 什么精子之类的 对了 你太智慧了 真的 跟你比不了 好 接下来 接下来你要问哪个学家 第二个问题 问一下这位 李雨昕 李女士 你好 就是 你看我们都穿粉色 我觉得你看起来 还是那个面相 还是比较喜庆的 下午一圈这次 感觉是很骄傲的 我想知道 就是我看做那个减肥的 对吧 就瘦身的是吗 就是健康的减肥 对吧 可以这么理解吧 算有这么个板块吧 对对对 我一看就不跟我要 我也瘦了好多 我还来了个减肥公司 但是不能忘记说是减肥 类似于带餐那种 可以理解吗 瘦身那种 可以这么理解吗 但是我第一次见一个选手 对我们的评价那么轻挑 就感觉 感觉我有点被 你的一厢企业是这两家 因为你让我问了 我就挑两个面相比较好 我又比较喜欢马瑞 所以我就问了 没关系 每个人了解问题 都有身有钱 有些人了解的更多 比如说有些选手 在面试之前 把所有的企业家 在百度上 所有的信息 以及企业官网 他的产品 以及他往期 甚至在节目当中的表现 和他现在主要的业务链 都了解得清清楚楚 但有一些像艺林一样 他可能只了解 自己所感兴趣的 所以我们听听就好 好 接下来第二轮选择 各位企业家 去或留 请做出你们的判断 我要强调一下 我真的是来打算 说找公司 我想来 也希望你们一些 大人物们 能给我一些意见或建议 对吧 无论我是否面试成功 我也确实想来看 有没有合适 我的传门相关的职业 这是我必须要澄清的 不是说来走过场秀一下 没有意义明白吗 我觉得你是在说真话 有的时候啊 当秀已经成为一种习惯的时候 你自己都不知道 有一句话说得好 好的演员是生活是生活 戏是戏 只有不好的演员 才把生活当成了戏 戏当成了生活 有的时候你习惯了 那种说话的样子 所以你给我们的感受 就是感觉到你在秀 好 谢谢各位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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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